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品尝德国菜了 Heiko是德国人 跟台湾太太在台北开餐厅 招牌是传统德国猪脚 猪脚一定是先蒸再烤 外脆内软 走的是原味跟天然风格 他说这是他的母亲传给他的手艺 而唯有这样传统的做法 才能够让大家了解 德国料理的精髓 德国猪脚在旋转式烤箱 整整待了三个多小时 不仅逼出油脂变得结实 还晒出一身古铜色 这可是德国籍主厨Heiko 拿手的家乡菜 这道德国猪脚皮脆肉嫩 搭配马铃薯泥跟德式酸菜 就是客人必点的梦幻料理 你好 方便上下我们的德国猪脚 这是属于德国南方的特色菜 那皮的部分就是要吃QQ脆脆的 Heiko的太太Quisto 贴心地在桌边去补 外皮酥脆的卡丝身相 搬随阵阵用人肉香 方式听觉和视觉饗宴 头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香酥表皮底下 还保留着猪脚的油脂 吃起来不柴不腻 肉质依旧金子弹牙 您注意到了吗 这里的猪脚肉质白嫩 跟市面上的德国猪脚 肉质偏深红色 有很大的差别 这就是Heiko最自豪的地方 选用欧洲进口猪脚的前腿部位 用盐 迷迭香 洋葱等等 先蒸再烤 看似简单的步骤 料理过程却得耗时五个钟头 煮好的马铃薯加盐香料 还有鸡蛋面粉充分搅拌 这就是马铃薯面搁搭的主要原料 这道因为是我们的定情练 我吃到这道菜 我就当场觉得 这个男的是可以交往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会很会做菜 这道菜真的有抓到我们的肉 私房定情练要上菜单 每天限量供应 放凉后搭配蔬菜下锅热炒 不需要再加任何调味料 炒到表皮焦黄酥脆就可以起锅了 九层塔是为了我家的 为了你 是因为我超级喜欢吃九层塔 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加进去 就一加进去的味道 完美 两个人在上海爱情长跑八年 最后决定共组家庭 结束了上海忙碌的工作 一起回到女主人熟悉的故乡台北 今天她很漂亮 她在假期上 让她的面子看起来更年轻 她的面子看起来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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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互动中就看得出来 两个人的好感情 另外 Kristo还有个拿手绝活 老公Hiko可是赞不绝口 这是他最拿手的调酒 曾经代表五星级饭店 参加调酒比赛拿下冠军 靠着他专业的调酒功力 把Hiko惯得如吃如醉 下两口平常就会小酌 让感情更加弯 现在结婚快两年 一起到市场买菜 就像是对老夫老妻 三天一斤 一拜一 什么名字 枣子 没有 德国没有 枣子 德国主厨在台湾 看到许多德国吃不到的食材 也开始改变她的烹调方式 四子蛋糕 我总是说不 一天她只买它 剪刀它 然后我们试试 然后人们非常喜欢它 Hiko大胆尝试 把台湾水果蔬菜 结合德国料理 每次来买菜 就像是在寻宝一样 总是要选最好的 谢谢 拜拜 离开了菜市场回到店里 Hiko要开始准备 客人预订的苹果蛋糕 没有蛋糕 没有化学物 酱油 粉朵 蛋糕 没什么 像这个最佩工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在做这个底下面皮的部分 面皮部分最为要我们补起来 另外我不合得自己的 所以我们是做的那样的蛋糕 夫妻俩分工合作 Chrystal把一块块切片苹果 铺满整个蛋糕 再撒上肉桂粉跟葡萄干 还得放上大把杏仁片 最后淋上鲜奶油 送进烤箱四十分钟 苹果蛋糕终于烤好了 上头的杏仁片变成淡淡的焦褐色 香味更加提升 一刀七下 那苹果的香气立刻飘了出来 餐厅开了两年多 渐渐打出名号 Hiko从一个德国老外 变成了台湾女婿 她跟全心全力投注在那里 要把更多的家乡美味带给大家